大家好 两天前就有些男友发信息问了 说在这个夏季啊 这个兰花到底能不能给它换盘 其实呢是不能的 为什么不能呢 特别是这个南方的地区啊 最好是不要给它在这个夏季换盘 如果你在这个夏季给它换盘的话呢 它是很难生长的 甚至呢整个局部也会出现死亡的情况的 所以呢 建议不要在这个夏季给它换盘 换盘的话呢 一定要看季节啊 春秋两季呢换盘是比较好的 其余的夏冬两季呢 换盘呢是对这个生长是不利的 特别是这个根式 因为在这个生长期啊 你一旦给它换盘的话呢 这个新长着新芽还有新根呢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而且呢 它生长恢复也是比较的慢的 更容易的感染一些续菌 所以给兰花换盘呢 这是莫兰啊 一定要避开这个夏季 其他的季节啊换盘呢是比较合适的 刚才说了就是 春秋两季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在夏季啊 生长期别忘了给它补一下肥啊 补肥的话呢 最好是补一点含氮比较多的 就是氮肥是比较好的 因为氮肥里面呢含有着蛋白质啊 核酸啊 还有这个叶粒素是比较的多的 这个叶粒素呢 可以使这个兰花增加这个叶片的光测度 还有防止发黄的情况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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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